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 我们修心实际上要修掉自己身上 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执着呀 人的毛病就是执着呀 如果你修心不把执着修掉 那你修什么心啊 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懂得 要把执着修掉 而且修心呢 不管你是在家里 在哪里 你都要严格的在生活当中进行修心 很多人以为修心在家里念念经啦 有的人以为到庙里去磕磕头啦 实际上修心最重要的 就是要在修行当中生活 在生活当中修心 所以我们不是整天打坐 磕头啊念经啊 拨那个佛珠啊 然后修了很多年了 结果呢 坏脾气还是坏脾气 改不了的地方还是改不了 自己经常执着的时候还是执着 烦恼依旧 性格依旧 心态依旧 你没有任何改变 你怎么能够修好心呢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只要你执着还在 你这个人还不是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的人 要不管在哪里都要懂得 学会改变 今天工作环境 你也把它当成一个道场 今天你在家里 你把它当成一个谈诚 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你修心要融入你的工作当中去 所以面对环境 你要懂得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都是在锻炼我自己的本性和心性 都是在锻炼自己 锻炼我们人的一颗心 怎么样能够定 怎么样能够平静 外境怎么样的变化 我的内心都不要去变 所以尽自己的心和义务和责任 在人间尽心尽力地 做好你每一件事情 承担一切 把你的心置心一处 因为我们学佛修心 要一心一意 要一心一意 置心一处 所以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就是在修心 所以你把工作的对象 看成是众生 看成是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一切 一切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以真诚的心 去对待每一个众生 去关心他们 去爱护他们 去理解他们 去体谅他们 你这样才能做众生的亲人 你这样就是走到哪里 修到哪里 不管环境怎么变 你一直在修心当中 所以我们不求任何回报的 在这个社会当中去奉献 我们不管怎么样修心 我们的心要无比的快乐 因为救人的人 心态一定要快乐 所以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就会顺利 不要怕遇到违愿的障碍 有的时候 愿力不强 有的时候碰到了很多烦恼啊 违愿的 那么有障碍了 那么你就开始不开心了 我学佛修心 怎么有这么多的烦恼 实际上任何一个烦恼的出现 就是给你创造了一个 能够得到菩提的机会 因为你可以用智慧 用菩提 能够来消掉你自己的心中的障碍 历练你的心性 提高你的层次 用境界增长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的生活 实际上你就要把它当成净土 我们今天在这个净土的社会当中 我们所处的环境 就是在寂静之处 所以我们才会不执着呀 我们要把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像净土世界一样 不知的清净庄严 不乱讲各种各样的笑话 庄严自己 不乱开玩笑 不说下流的话 不去乱想其他不好的事情 你慢慢的就会清净庄严 有的时候 不要去顾忌别人做多少 看看你自己做了多少 学博当中的任饶 任怨 实际上就是一种修心 就是一种精进的义务 就是我们说像义工一样 有的时候你要擦掉灰尘 就是要擦掉你的业障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应该劳动 所以为什么很多庙里 当你去的时候 法师就叫你好好的拖地 好好的擦桌子 好好的明白 你为什么要清净 你为什么要干净 因为擦得人间的尘土 同时也在擦掉你心灵上的尘埃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擦除垃圾 就是擦除你的烦恼 因为你的烦恼在你的心中 就是垃圾 你要把家人和亲人 都当作你的众生 你要把所有的父母众生 儿女众生 包括你所一起共修的佛友 把他们当成金刚道友 都是未来的菩萨 你对他们的关心 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你对他们的照顾 会得到护法神的护佑 你尊重他们 你会得到般若智慧 你不伤害他们 你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你不怨恨他们 你就是广结善缘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各有各的因缘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福报 你执着什么 什么就会伤害你啊 你执着了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好读书好 慢慢的孩子没读书好 就伤害你了 你执着的 我一定要多赚点钱 最后钱没赚到 他就伤害到你的心了 所以你执着谁 谁就会伤你的心 因为我们在人间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圆满的事情 因为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你要放下所有的妄念 因为不应该想的 去想了就会造成对你的伤害 你放下 师父不是叫你放弃啊 你该做的人间的事情 你该做的还要去做 不但要去做 而且尽自己的心 把它去做好 我会做的